第1119章 长老习 特别的困难 当然 这只是相对而言 至少以我如今的野家 是无法达到那种条件 唉 丹域内有五大家族 这五大家族是很久之前便是流传而下 当时创建这五大家族的组长 即是丹塔之内的核心成员 而按照条件 只要以后五大家族能够达到一些条件 那么皆是能够在丹塔的长老习中 占据一席之地 五大家族在丹域 皆是拥有着极强的势力 再加上靠着丹塔这庞然大物的名头 基本上足以在这丹域横着走 即便是兵和谷这等势力与之相见 也是相当客气 当然 如今我业家可是不算这般行列 说到此处 业仲也是一脸的黯然 每隔一段时间 丹塔便是会对五大家族进行考核 唯有考核合格者 方才能够继续保持那一个在长老习的习位 那怎么考核呢 萧妍眼眸微眯轻声问道 丹塔比较重视年轻一辈的维养 而考核的目标自然也是年轻一辈 叶众目光看了一旁的新兰一眼 轻叹了一声 叶家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 似乎那种炼丹天赋都是逐渐的被磨平了一般 甚至比起一些外面的炼药师都是有所不如 这一届的年轻一辈中 新兰的天赋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但也不过方才达到五品炼药师的层次 见到业重的目光 新兰俏脸上也满是惭愧之色 每一次的考核五大家族都是必须派出一名年轻一辈 接受丹塔的测试 若是测试通过了 席位也能够将之保留 但若是通不过了 那么便是危险了 我叶家已经有两次没有通过了 这一次若是再通不过的话 不仅会彻底的失掉 进入丹塔长老席的资格 而且还会被排挤出五大家族 五大家族是一个进入丹塔高层的捷径 所以有着无数道眼睛都是盯着这里 只要我叶家已被挤出 那些虎视眈眈的家伙也将会立刻冲上去 那考核的条件很严苛吗 萧妍轻声问道 叶仲点了点头叹息道 参加这种考核的最低层次 便是需要炼药师至少达到六品 而若是想要通过的话 确实要达到七品炼药师的层次 方才可能 文言萧妍微微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七品嘛 不是很难 我这把老骨头修炼了这么多年也才这个等级 萧妍先生天赋异禀自然是无妨 但我叶家年轻一辈确实能有何人达到这种地步啊 而且最糟糕的是 因为我叶家前两次已经未曾通过了 这一次的考核 则是必须在考核的名额中进入前三 方才能够算作合格 前三 文言萧妍一正 唉 其余的四大家族啊 如今皆是远发的势大 族中的年轻一辈也是天才辈出 虽说这种考核 他们或许不会派族中的最精锐的年轻一辈出嘛 但想要取得前三 即便是我叶家真有年轻的七品炼药师 怕也是很难达到啊 叶仲叹息道 文言萧妍也是忍不住的 为着叶家的没落而摇头 别人尚还不需要派出族中最精锐的人才 便是能够通过考核 而这叶家 却是连最基本的考核及格都是达不到 同为五大家族 这叶家也着实凄惨了点吧 见到萧妍那副模样 叶仲司也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一张老脸也是有些泛红 曾经显赫的家族 在这一代中衰败成这般模样 他这张老脸也算是丢光了 这考核的事情便交给我吧 不过这种考核难道还能请外人相助吗 乔得叶仲那可怜巴巴的模样 萧妍也不想过多的打击他那颗脆弱的心 沉吟道 叶仲摇了摇头 玄机连忙说道 不能啊 不过此事也有变通之法 不过就是需要委屈一下萧妍先生 萧妍愣愣皱眉问道 什么意思 叶仲看了一眼一旁的新兰 略微迟疑 说道 在对参塔举荐之时 可能会将萧妍先生 说成是我叶家的准女婿 文言 萧妍脸色顿时微变 沉声道 这主意也太搜了点吧 我一个大男人倒是没什么 可你这样 令女方日后如何见人呢 萧妍先生别急 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称呼 不会让你因此而负半点的责任 叶仲叹了一口气 说道 叶家已经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地步 所有叶家族人都是在准备最后一搏 一些代价我们必须承受 萧妍眉头紧皱 片刻后方才说道 这样便是能够让我顶替你叶家 去参加那所谓的考核了吗 叶仲点了点头 乘声道 只要能够通过这次的考核 那叶家便是能够再度的保留席位 如此以来 封才能够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 而只要通过了考核 萧妍先生便是与叶家没有了半点关系 望着叶仲那不满恳求的老脸 萧妍也是无奈的叹息了一声 这个老家伙看来还真是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了 若他现在转身离去的话 恐怕这叶家也就真的会彻底衰败了 日后只能沦落为寻常的家族 而且没有了丹塔的庇护 往日的一些对手也将会肆无忌惮 那时候叶家怕事方才真正的完蛋了 萧妍大哥 请您帮叶家一次 只要叶家无碍 新兰愿意给您做牛做马 在萧妍沉吟间 其身旁的新兰却是突然跪下 声音凄凉的道 被新兰这么一跪 萧妍的头立马就有些变大了 袖袍以挥 一股柔力强行地将新兰给抬了起来 但那倔强的丫头身体刚刚被扶正 便又是要跪下去 一旁的小衣仙健壮 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御守山出将其给定住 萧妍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答应了你的事 她自然不会下手不管 你这样跪来跪去 反而是惹得她会不耐烦 见到新兰那通红的美眸 萧妍仙只得轻声道 萧妍叹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一旁恳求的叶仲 沉声道 算了随你吧 不过事先得跟你们说好 可千万不要用什么女婿的手段 将我留在你叶家 若是你给我耍什么小心计的话 也别怪我不留情面 萧妍先生放心 叶仲可不是那般无耻之人 见到萧妍松口 叶仲顿时一脸狂喜 那种绝处逢生的模样 令得她那颗苍老的心脏 蓬蓬地跳个不停 一旁的小衣仙也是轻松了一口气 眼眸一转 却突然见到新兰俏脸 有些不太自然 当下一证 说道 她说的女婿 那女方 不会是你吧 听得此话 萧妍的身体 也是一僵 寻寂惊恶地转头 望着那俏脸 占红的新兰 有点尴尬 苦笑道 这老家伙 不会这么可恶吧 新兰脸颊上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低声道 萧妍大哥不用担心 爷爷也说过 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萧妍大哥 以后定然会是斗气大陆上的顶尖人物 新兰 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画到最后 一旁的小衣仙分明地见到 这蓝衣女孩 眼圈红了许多 当下不由得 轻瞪了萧妍一眼 这家伙说的话 也太伤人了点 萧妍也是有些尴尬 三千燕炎火的消息 若不是新兰告诉她 恐怕现在她呀 还在四处的转悠 而且在她来到丹狱后 新兰也是一直 鞍前马后的 跟在身旁 帮了不少的忙 可没说过一句的怨言 而新兰所做的这些 也足以让她的萧妍 将她当作朋友对待 不然的话 谁管她什么狗屁的业家呢 唉 这事啊 就随叶仲长老吧 我会尽力配合的 萧妍苦笑了一声 转头狠狠地 刮了叶仲一眼 说道 叶仲干笑了一声 也不敢去 处萧妍的火头 说道 这次的考核 会在两个月之后开始 所以我们两个月之后 就会动身前往圣丹城 这段时间 若萧妍先生 需要什么药材的话 便请告诉老夫便可 一切的东西 叶家都会为你准备 两个月后 这么快 文言 萧妍顿时已惊 这时间也太仓促了吧 叶仲苦笑地点了点头 若非时间这么近的话 他也不至于这么低声下气的 来求一个后辈 虽说这个后辈的炼丹术 不比他弱 唉 两个月就两个月吧 见状 见状 萧妍也只能点了点头 正好 对于那丹塔 他也是好奇得很 毕竟那里 几乎全是大陆 所有的炼药石中心的圣地 见到萧妍没有疑 叶仲也是松了一口气 再度与萧妍交谈了一些 有关丹会的事情后 便是拉着眼眸通红的新蓝 退出了院落 站在石亭外 萧妍望着叶仲远去的背影 漆黑毛中倒也是奄奄 跳动着些许期盼 圣丹城 这个传说中的炼药师圣地 不知道会是何等的盛况 欲知后世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第1120章 在答应了业众的请求之后 萧妍的时间 无疑是变得有些紧迫了起来 短短两个月时间 他必须尽可能地练习 并且提升自己的炼药术 面对着那来自大陆 各处的优秀炼药师 而且还要从中脱颜而出 即便是消炎 也是感到一些压力 这种鄙视 与寻常的战斗完全不同 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较量 而且 这种较量的困难程度 可比平日 施染着斗气 一头猛冲 要严苛的许多 毕竟炼丹这东西 靠的不是一股作气 而是需要心平气和 对药顶之内的一切 都是把握到一个极为精准的地步 而至于提升炼药术 换作另外一个说法 那便是烧钱 或许说那是烧药材 不管一个炼药师的天赋 再如何杰出 实践练习方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而要练习练丹 那么药材自然是不能少 到了硝烟这种级别呀 即便是用来练手的药材 都不是寻常之物 若是没有背后雄厚 设立支持的话 还真是会有些 显得相形见拙 不过所幸 如今的叶家虽说没落 但多年来的收藏 都是相当之丰富 而他们此次 也的确是要真正的准备 将所有的希望 都释放在硝烟的身上 因此对于他的各种要求 皆是尽可能的将之满足 那些珍惜的药材 也是在叶仲的吩咐下 源源不断的 运放至硝烟那里 这种时候 若是在小家子期的话 叶家怕事就得 真的完蛋了 而有了叶家 那清尽家族之力的知识 硝烟也是省去了自己 四处寻找药材的麻烦 他唯一所需要做的 便是炼制胆药 不管炼制是成功还是失败 至少也是能够取得一些经验 这种经验 方才是属于炼药师 独自的宝藏 伴随着这种经验的逐渐累积 迟早会有一天 会彻底的喷发 带来质变的效果 放眼大陆的 那些宗师级别的炼药师 没有一个人 是属于职上谈兵者 他们无一不是拥有着 常人南极的丰富经验 炼药界 天赋固然重要 但经验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这些年来 萧炎的时间再紧迫 也是未曾停下 炼制胆药 而且由于 药老所留下的丰富药方 也是给他铺下了一条 顺躺之路 这样一来 令他比寻常炼药师 在同时间之内 走得更远 当然 萧炎自然也是明白 他的起步虽然不低 但放眼大陆 有着条件的优秀炼药师 肯定不会 只有他一个人 甚至还有一些人的起步 比他还是要高上许多 想要在大会上超过这些人 那必然不会是轻松之事 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 他必须得付出巨大的辛苦 将所有的心神 都是投注于炼丹之上 宽敞的密室之内 炙热的高温弥漫而开 令得密室 就像是一个烤箱般 热气腾腾 寻常人在这里 若是待上十几分钟 恐怕便是得呼吸困难的逃出去 密室通体 皆是使用一种赤红色的 岩石铸造而成 这种岩石 名为江岩 取自火山之内 不仅均硬 而且还有着特殊的保温之小 专门用来建造一些炼丹室 效果极为的不错 密室之内没有半点的缝隙 看上去就像是直接从一块极为庞大的 江岩掏空一般 此刻的密室之内堆放着不少的浴香 隐隐间有着浓郁的药材香味 从中飘散而出 然后再经过周围的高温一蒸发 味道更是变得浓了许多 在密室正中央有着一方石台 石台上一道消瘦的身影盘腿而坐 其面前半空处 悬浮着一座赤红色的药顶 药顶之内 碧绿火焰熊熊燃烧 而那高温 则正是从药顶之内 弥漫而出的 盘坐在此处的 自然便是苦修炼药术的消炎 自从在感觉到了时间紧迫之后 它所有的时间 几乎都是投入在此处 只要一有空闲时间 便是开顶炼丹 如此这般 虽说苦累 但为了三千燕烟火 这苦自然是算不得什么 药顶之内 碧绿火焰熊熊生腾 在火焰燃烧间 隐隐还能看见一枚丹药的雏形 淡淡的丹香自其中弥漫而出 丹药的雏形在火焰的炙烤之下 逐渐的变得浑原 大约一个小时后 消炎紧闭的眼眸突然睁开 曲指一弹 药顶盖弹废而出 一道青色鸿芒自药顶内爆夺而出 然后自动地投入了消炎的手中 落进消炎手中的 是一枚仅有拇指大小的浑原丹药 别看这丹药体积小 但若是放在外面去拍卖的话 也是定然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此丹药名为顺气丹 是一种消耗类型的丹药 品阶算是勉强达到七品低级 其作用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恢复一些斗气 而且即便是斗宗强者服用 都是效果不菲 若是在与人对战到 双方结实斗气枯竭时 服用上这么一枚丹药 那恢复的一些斗气 说不定便是能够逆转局面 因此一些实力不菲的强者 身上大多都是会背上一点 不过这种丹药造价挺昂贵的 没有点家底的强者 恐怕还真是不可能随便的服用 要知道这顺气丹 即便是以前的消炎 都是未曾具备过 一是其等级不低 二是所需要的材料 繁琐而且珍贵 哪能当豆子一般的服用啊 从那节中取出一个玉瓶 硝烟将手中的这枚顺气丹 放于其中 此刻的玉瓶内 还有着六枚相同的橙色的顺气丹 而这也是硝烟这将近二十来天的收获 在这密室的半个来月 硝烟基本是足不出户 反正药材用光了 会有人送进来 而他的所有心神 则是全部用来炼丹 在他这般废且忘食下 收获自然也是不小 一些七品低级层次的丹药 被他炼制成功了不少 甚至连七品中级的丹药 都是成功了一次 而经过这般近乎疯狂的炼丹 硝烟倒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炼药术略有增长 当然硝烟的炼丹天赋 即便是药老都是无可否认 药老离开之后 硝烟顶多只能炼制五品丹药 但如今的他经过自己的努力 却是已经炼制七品丹药 这之中虽然不乏硝烟的努力 但天赋也是至关重要之事 不过这二十来天的疯狂炼丹 令得硝烟有些愕然的是 竟然是他发现体内的斗气 居然也是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 徐徐的增长 事后略一思量 倒是恍然 炼丹本来就是一个消耗巨大的活 这种消耗 不论是斗气还是灵魂力量 都不轻松 这段时间 体内充盈的斗气 一旦挥霍殆尽 硝烟便是立马进入修炼状态 带得斗气恢复之后 立马又是马不顶蹄地继续开工 在这样的消耗与补充下 斗气有所增强 倒也并非是太过奇怪的事情 坐在石台上 硝烟略微回复了一下斗气 风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低声自语道 以我如今的炼药术 炼制七品低级丹药 成功率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至于七品中级的丹药的话 倒是略低一些 不过也还能过得去 自然比一些寻常的七品炼药师 要好很多 但这还不够 想要从丹会这种级别的炼药师 大会上脱颖而出 而且挤进前十 公平七品中级的丹药 明显困难重重 按照硝烟的预料 至少也得有炼制七品高级丹药的把握 挤进前十的把握 方才能够有点保障 手掌缓缓紧握 硝烟的眼中夺过一抹狠色 七品高级而已 他还不信自己会搞不定 心中闪过这道狠念头 硝烟手掌一抓 将一个装满药材的雨香吸毒而过 手掌一挥 其内的诸多药材顿时浮现而出 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 硝烟轻拓了一口气 屈指一弹 药材夺进药顶之内 随着其手印的变化 药顶之内的碧绿火焰 再度猛然燃烧而起 硝烟疯狂修炼的那般疯狂尽头 即便是业重等人都是有些感到担心 旋即又是有些叹息 硝烟能够在这般的年纪 便是取得这般成就 果然不是凭空得来的 与他的这种疯狂尽头比起来 野家的那些年轻一辈 简直就是跟废物没什么区别 硝烟的闭关修炼 持续了足足一个月时间 这一个月时间 他脚步没有踏出过一部褶尖炼咬式 但这疯狂之下所取得的成效 也是相当的令人炫目 七品低级中级的丹药 炼制成功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那七品高级的丹药 也是在硝烟屡次的失败之下 炼制的逐渐的有些得心应少 看着模样 指不定哪一次状态好了 七品高级丹药便是得出炉说不定 而就在硝烟在一个月期满后 还待继续修炼时 那炼丹式之外 却突然传来一道极色的铃铛声 硝烟炼丹的状态 也是因为这道突兀的铃铛声而被打破 在略微一震后 脸色也是有些变化 他知道 这铃铛声应该是野家的应急呼声 野家出事了 眉头微皱 硝烟也是迅速起身 然后将链丹式开启 如今既然已经答应了野家 那么他们在这期间若是出事 硝烟自然是不能不管 而且这段时间消耗了野家大部分的收藏 硝烟也是略感过意不去 他知道 野家是将所有的希望 都是放在了他的身上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苍穹》第1,121章